歡迎收看 陰險大聯盟 讓我們為你解決生活大小事 讓你聰明過生活 我們人的第一個食物就是 從我們瓜瓜墜地開始 喝的是媽媽的母奶 長大以後就開始喝奶粉 羊奶 牛奶之類的 牛奶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今天就不贅述了 但是羊奶就很奇妙 大家對它的看法很複雜 就像初戀一樣 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又怕又恨的感覺 印象中其實羊奶是一種 溫補又很營養的飲品 從古代開始就是 滋補養生的好東西 甚至有 有嗎 對 奶中 但是很多人一聽到羊奶 他就害怕 覺得有心三味 喝了容易拉肚子 到底真相是什麼 有 有 有 我們歡迎 凱老師來主張 身上只有雨天 今天就讓節目的專家 來告訴大家 好 好啦 當然今天的優勝隊伍 也可以把我們的 精美好禮帶回家 所以兩隊好好加油 加油 首先介紹兩位來賓 全部都答對的 馬國畢 畢哥 同學 加油 加油 美梯都答對的貝童彤王凱 好 謝謝 你們小時候有喝過羊奶 或者是你們的孩子 有喝羊奶嗎 我有 我有兩個姐姐 都有乳糖不耐症 所以我是 那時候小時候媽媽就想說 我一可以喝奶 她就幫我訂了很多乳製品 牛奶也訂 然後有一次她就訂了 因為南部都是兩瓶 兩瓶送 她就訂了 以羊奶來 但是我沒想到 我喝了第一瓶之後 我就 因為 那個味道是我前所 以前沒有嘗試過的 那一次媽媽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 因為兩個小孩都有了 媽媽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也有乳糖不耐症 後來她又買了牛奶給我喝 沒有問題 後來那個羊奶 再送第二 第三次來說 一樣喝就吐 因為它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可是味道 我說不上來是什麼 就是一般大家說的那個 腥膳味 可是你們小時候有吃過 那個 不是 我覺得很好吃 對 學校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班上的同學 大家就很風靡吃羊奶片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甜甜的 很像那種糖果一樣 就大家超愛吃 然後一下課就一直吃 本來是 本來是覺得 今天天啊好好吃 結果吃到後來嚇到 因為嘴巴裡面全部塞了 那個五 六片 難怪我覺得妳現在 好像有點像羊 對 像羊寶寶 對 但是本來是甜甜的 但吃太多就 也是被那個味道嚇到 可是我弟弟不敢喝 所以我那時候以前就是 一天喝兩瓶 喝到我講話壞了 就是 好 我們今天 講到這個大家就很有共鳴 我們慢慢聊好不好 我們先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醫師專家群 急診科醫師 張士恆醫師 你好 曼曼飲養師 漂亮 醫美簡中科醫師 李坤達醫師 大家好 謝謝 剛剛有提到 很多人不喜歡喝羊奶 是因為怕有羊膳味 羊奶為什麼會有味道呢 慢慢癢食 最早期的製成方式 確實容易讓羊奶出現 這主要是因為 羊奶成分當中 它含有比較多的 這種脂肪酸 如果跟牛奶比起來的話 它其中一個叫做 中鏈脂肪酸的 它比牛奶多了三倍 這種脂肪酸 它跟長鏈比起來 它很不穩定 它只要接觸空氣時間長 或者是有高溫 接觸到高溫 它就會變化 產生很嚴重的味道 所以那個味道不是奶 本身它獨自有的 而是它其實化學作用帶出來的 對 是它特別的那種 中短鏈的脂肪酸 另外羊奶它很特別 它很容易會去吸附到 環境的味道 是 對 因為像早期 公羊跟母羊是放在一起圈羊的 然後 公羊身上它會散發出 氣味很重的費洛蒙 這個時候母羊在它旁邊 我們就直接擠奶 那個擠出來的奶汁 就會去吸附到 公羊那種很重的 貝洛蒙的味道 對 所以會加重它的羊膻味 羊是這麼複雜的一種 對 它很特別 不過現在的技術 大家都不用擔心 他們其實有做很大幅的改良 比如說它用 真空炸乳機 它去進行取乳的動作 取乳出來之後 也會馬上裝到容器 進行低溫的保存 我還以為它把公羊通通關進去 你再接受 不可以 我們現在集合 公羊群通通關進去 要管制 不過確實他們現在有管制 他們是分開來圈羊 它部分時間都分開 所以就不會讓它味道去影響 好聰明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 如果再去喝的話 可以比較不會去喝到這種味道了 所以是製成技術的問題 這個不講我們還真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 幫羊媽媽來評分 好 所以馬上要進行 我們的百人民調搶答題 請問 多喝羊奶的好處有哪些 而在百人民調中的前五名 又有哪些呢 請搶答 等一下 好厲害 對 彤彤 我猜 我聽說的 羊奶比較好吸收 跟其他的牛奶比起來的話 腸胃道比較好吸收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有 有 不過是最低分的 不錯 得到10分 我們請到麥麥 養師 羊奶的部分 它會好吸收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它的 它的中短鏈脂肪酸比較多 所以說它不用經過膽脂的 乳化作用就可以直接 被胰脂肪酶結合 然後變成比較小的分子 讓我們身體裡面吸收利用了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它的 弱蛋白的量比較少一點 弱蛋白的量比較少 它進入到胃當中 會變成凝固塊 可是這個凝固塊 它是屬於比較鬆軟型的凝固塊 所以會很好被消化吸收 所以說就是有的人 就是像童童剛剛講的 確實有很多容易消化不良的朋友 其實喝養奶會 或許會比牛奶還要合適 對 群搶答 真的嗎 對 其實我的手已經放在上面了 好反應 黃瑄 而且剛才有講到說 羊奶它是奶中之黃 皇后 所以我印象中 它對於養顏美容是有方式 養顏美容 我是羊奶英 我以為妳會先講 因為妳有過敏體質對不對 沒關係 沒有 妳是愛漂亮 對 怎麼寫題了 所以妳的答案是 養顏美容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法 第一名 第二名 25分的高分 我們請到張醫師 我們都知道小孩子 斷奶之後可以開始喝配方奶 配方奶大家想到的就是牛奶 做出來的配方奶這樣子 其實羊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第一個就是說羊奶 它裡面的微量元素 其實不會比牛奶少 所以說牛奶鈣稍微還是高一點點 不過羊奶其他的微量元素很多 譬如說維生素 中央的礦物質這樣子 另外就是說 羊奶它有一些很重要的微量元素 是明顯比牛奶高很多的 我們譬如說一個東西叫 EGF 叫做 上皮的生長因子 它其實是一種蛋白質 可是這個蛋白質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黏膜修復 等於就是養顏美容 就是跟EGF有關係這樣子 另外核甘酸 這類物質 羊奶的成分也是比較高這樣子 對身體那些組織的修復也很重要 等於就是說如果說你 喝牛奶會敏感的話 其實選擇一下羊奶 是很不錯的選擇這樣子 真的 恭喜得到這麼高的分數 請幹嘛 還好有你 氣死我 嚇 嚇死我了 氣死我 對 嚇死我 剛剛已經在那邊 不要動怒 一激動體質 喝羊奶我聽說其實可以讓 頭腦變得更好 再來就是 是一米結 從小喝的話 其實它會比牛奶 比其他的奶類 讓你的頭腦發展得更好 所以你兩個姐姐的頭腦都比你好嗎 她沒有差 對 對 她們很愛 姐姐都不能喝 牛奶 羊奶都不能喝 對 讓頭腦變得更好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來 有 恭喜得到15分 慢慢養師 因為像羊奶 它當中的必需脂肪酸的含量 跟牛奶如果比較起來的話 稍微會多一點 因為腦部的組織有60%都是脂肪 所以吃到好的油真的很重要 必須脂肪酸是可以讓腦部的組織 它的細胞膜可以維持它完整性 另外也可以讓腦部的神經運作 是屬於正常的狀態 所以靈活的思緒就會可以維持住 再來就是 羊奶當中也可以提供 乳糖它會分解成 半乳糖跟葡萄糖 這兩種單糖對於腦部而言 都是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來源 了解 是什麼 好 好 好 厲害 媽媽說喝奶就是為了要我們長高高 因為奶裡面有很多的 鈣質 我猜養奶的鈣質一定也滿高的吧 長高高的鈣質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吧 高十分 超高的 30分的高分 來 我們請到李昆達醫師 恭喜北童童答對了 這個鈣質一般我們都會聯想到 喝牛奶補鈣 其實意外的 羊奶裡面的鈣質的成分 其實是比牛奶要高很多 高1.5杯 我們知道鈣 一般我們台灣人的話 大概吸收鈣質的能力都比較 沒有吸收那麼好 我們正常人大概 正常的成人大概 然後根據調查顯示 你喝一杯羊奶 等於就是 1.5杯牛奶的量 好 其實這個是補充鈣的來源 我以前喝那麼多羊奶 怎麼沒有變高 因為都高在別的地方 可能沒有做運動 沒有做運動 對 還有其他有可能是遺傳的因素 對 這些也都要考慮進去 對 好 我們剩下最後一個答案 是 加油 大家卯足全力 好 請 很美 請男語 請冷靜 請男語 請男語 又要用奶 反應很快 搶到 這個反應真的有差 有答案 而且我們剛剛已經有講了 他們都沒有講出來 對 它可以 然後提升我們的保護力 外來環境的刺激 提升保護力 這個大家有沒有上榜 完蛋 太好了 吃了一個答案出爐了 我們請到張醫師 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喝了鮮奶 可能會喝得比較快 你就開始胃脹氣 然後拉肚子出現乳糖不耐 甚至過敏 皮膚癢 然後有一些鼻子的症狀這樣子 這個時候會建議你喝羊奶 為什麼 因為羊奶比起牛奶 有三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分別是在他們的 另外一個就是 糖類的組成這樣子 好 脂肪在哪裡不一樣呢 剛剛媽媽的養殖講過 它主要是以中短鏈的 脂肪酸為主 所以羊奶比較好吸收 比較好吸收 自然而然就不會在你的胃裡面 造成一些脹氣 在你的腸胃停留的時間 就會比較少這樣子 是 另外一個是蛋白質 我們都知道蛋白質 那個乳製品裡面的蛋白質 主要是分成兩類 一個是所謂的弱蛋白 弱蛋白的另外一塊 就所謂的乳清蛋白 大家都知道 這兩類蛋白質就是構成了 乳製品裡面 大部分的蛋白質這樣子 其中的弱蛋白 它會讓我們的身體 不舒服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弱蛋白 它的分子大 人體是不容易吸收的 不容易吸收的話 假設你消化能力真的很好 你就把它切切切 切成小分子 還是變成胺基酸吸收掉了 可是另外如果說 可是你如果有過敏體質的人 這樣這麼大的蛋白質 直接變成你的過敏原 所以說我們說 我對牛奶過敏 我對牛奶過敏 其實過敏的就是 牛奶裡面的弱蛋白 所以像我姐姐那個 乳糖不嫩 它如果其實會養奶 那是乳糖 那個是我要講的第三個 OK 我們現在講到第二個蛋白質 是 所以我說我對牛奶過敏 其實就是弱蛋白 那羊奶裡面的弱蛋白 跟牛奶是不一樣的 經過化學成分的分析 羊奶裡面的弱蛋白 主要是 就是 Beta 牛奶裡面是Alpha的弱蛋白 相對Alpha弱蛋白 Beta弱蛋白 比較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不容易變成過敏原 所以說這是蛋白質引起 蛋白質可以讓你 過敏的機會低一點 第三個 乳糖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乳糖 為什麼我喝牛奶會拉肚子 就是因為乳糖 牛奶裡面的乳糖成分 是不容易消化的乳糖 是 可是相對來說 羊奶裡面的乳糖 是比較好消化的 這就是為什麼 醫生常會講說 如果說你喝牛奶容易拉肚子 乳糖不耐 因為東方人的確比較容易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牛奶 替換成像羊奶 起司 優格這些製品 因為他們的乳糖 是已經被消化過的 或者是說比較不一樣的乳糖 比較不容易讓你喝了拉肚子 所以說相對牛奶 羊奶有這些好處 所以羊奶真的比牛奶好很多 不是 所以其實 媽媽應該要訂給你姐姐 對 所以有乳糖不耐症的 真的可以試一試 我們接下來一起來看看 一般的街訪民眾 他們對於羊奶的了解有多少 請看VCR 請問多喝羊奶的好處有哪些 應該是可以讓體質變好一些 因為小時候我 氣管比較不好 所以我媽就有去訂羊奶 然後喝了之後就覺得 身體是有真的變好一些了 讓消化比較好 我覺得應該也是這樣 都含有很多鈣質啊 就是幫助發育 還有就是讓骨骼變得比較好吧 我覺得羊奶就是可以減少消化負擔 我記得羊奶裡面有很多的蛋白質 可以讓我們的大腦反應比較靈敏 然後可以降低對外在物質的敏感 像對空氣過敏之類的 都可以讓細菌不會讓我們容易進入身體 真的 因為我在家裡 我媽媽也會在喝羊奶 然後她的皮膚看起來也是非常好 非常水嫩 所以我覺得喝羊奶對氣色會比較好 因為羊奶感覺起來比較營養 所以身體應該比較好吸收 因為媽媽小時候很愛叫我喝羊奶 她說這樣子 我看過一個研究 喝羊奶好像會讓頭腦的反應 會比較靈敏一點 不用給寶寶喝羊奶 是因為寶寶喝了會平血 這是真的嗎 來 請問慢慢養師 其實 新鮮的羊奶跟新鮮的牛奶 裡面都是會缺乏鐵質的 所以都不適合寶寶喝 另外也有發現像新鮮的羊奶 它裡面的維生素B12跟葉酸 量也不太夠 維生素B12 葉酸還有鐵 這三個都是對於我們造血 非常重要的營養素 所以說我們要給寶寶喝的話 一定要選擇專門的 像現在的話 都有出專門的配方羊奶或配方牛奶 這個才是可以符合寶寶的需求 因為他們會依照寶寶他不同的 生長年齡的階段 需要的營養素來盡情調配 所以一定要幫寶寶選對配方牛奶 他才可以得到 他應該有的營養素 可是一般成人的羊奶牛奶 是寶寶不能喝的 寶寶就一定要喝寶寶寶寶 對 獨特的配方 對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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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才是適合他的 對 其實我們真的破解了 很多的迷思跟誤解 在對於羊奶這件事情上面 很多人想法都有分歧 也有很多的鄉野傳說 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哪些 就是對羊奶奇特說法 我有聽說羊奶要 要 越好 有這回事 對 而且喝得聽說 生長年會泡兩條說 不是 叫出來 這樣叫做叫不出來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 如果我們喝到 就是我說我們小時候喝的那個 它其實都還是有經過調味 它一定不是最純的 如果是能夠喝到最純的就是 越純 越濃 以前 本草綱目不是有記載嗎 對 本草綱目都是 羊奶性溫醇 對 就是 羊奶性溫醇 那牛奶性溫醇 那牛奶性溫醇 溫醇 你到底是溫醇 對 我們是性溫醇 所以是不是越濃過 對 沒關係 我們一一來 請問一下我們的 慢慢營養性 羊奶性溫醇 其實像那個 羊奶或牛奶 你喝越濃 有可能你越得不到營養 對 是因為你泡得太濃 它的滲透壓很高 當它進入到我們的腸道之後 就可能會引起不屑 所以這就是一個迷思 泡牛奶的時候 不是越多飄就越好 對 絕對不是 會建議大家真的還是按照 就是我們奶粉罐上面 它建議的水分跟湯匙的數量 來這樣泡就好了 千萬不要泡得太濃 因為那個真的會影響到腸味道 好 那慢慢引起養食 我想要額外問一個 好 就是有人說寶寶便秘的時候 你就把奶泡濃一點 它就不會便秘 這樣是對的嗎 這樣子是有可能就是 像第一個滲透壓提高 就會讓它比較容易腹泻 再來就是因為 有滿多的奶粉成分 它裡面會加一些寡糖 它加一些寡糖 其實是會促進它腸道蠕動的 比較多的奶粉 它其實也會由乳糖變成乳酸 乳酸也是會刺激腸道蠕動的 所以當然是可以幫它排便順利 但是是有可能會讓它腹泻的 所以會矯枉過正的 對 我還有聽過一個就是 羊奶喝得多容易上火 有這回事嗎 真的 我們來問問李昆達醫師 其實王凱這問題很好 上火這也是一個現象 想一下上火會有什麼症狀 流鼻血 口感手照 口感手照 流鼻血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臉會潮紅 其實剛剛接著慢慢養食的話講 剛剛有說泡很濃的 牛奶的話會腹泻 其實它另外一個成分就是 我們羊奶裡面其實有 動物蛋白 動物蛋白我們人體要去消化它 分解它 其實是要加水的 我簡單的第一次再講 你一克的羊奶可能需要10克到20克水 去溶解它 消化它 所以它的比例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定期定量的喝羊奶 然後你普通的水分沒有吸收很多 那是不是幾天下來之後 慢慢身體就會比較像脫水 你一脫水 剛剛講的那些症狀 潮紅 乾燥 甚至體溫會有點上升 明白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你補充奶製品之外 你還要補充大量的水分 對 另外一個 其實大家要注意就是口腔衛生 就是上火這件事情 跟口臭也很有關係 養奶喝完之後你沒有去刷牙 那是不是這些 就會塞在牙縫裡面 因為它豐富的蛋白 所以就有一些顆粒狀的東西 酸掉 久了之後 細菌失生當然就產生口臭了 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 喝羊奶要不要煮肺 因為怕它裡面會不會有一些什麼 營養被破壞 或者是什麼 它不耐高溫 不知道要怎麼樣 羊奶到底要不要煮肺 好 張醫師 這個問題很重要 其實羊奶是一定要殺菌 不管你是喝真的是羊奶 就是還是異狀的羊奶 或者是說羊奶粉 可是它不是用煮肺在殺菌 我們所謂的 其實所謂的主費是說 把羊奶加到100度C 可是羊奶的殺菌不是這樣 乳製品的殺菌不是這樣子 乳製品的殺菌分成幾種 第一個叫所謂的 它就是把牛奶或是羊奶 加熱到70到80度 維持大概10到15秒 這個時間很短 這段時間過了之後 就回到常溫 這個常溫 你一定要在冰箱裡面保存 因為它會留一點點細菌 國外的牛奶 比較容易是這樣做的 叫巴斯德滅菌 在台灣的鮮奶 大部分是所謂的 超高溫瞬間滅菌法 這個是把牛奶或羊奶 加熱到120到130度 可是維持大概4 5秒而已 時間更短 這個時候可以讓你們的細菌更少 而且營養成分破壞得更少 這樣子 真的 如果說你再加得更高溫一點 我剛剛說120到130度 如果說你會加熱到135 甚至要150度C的話 這時候只能維持1到2秒 因為這個叫做所謂的 這個時候做出來 牛奶就不用冰了 因為它裡面是沒細菌的 那羊奶粉你不用講 羊奶粉它已經連水分都沒有 所以說它是沒有細菌的 所以說你不需要把羊奶粉 冰在冰箱裡 就是這個道理 那我們有沒有不適合 喝羊奶的族群慢慢養息 還是有像比如說 有腎臟疾病的朋友 因為他們在不同的疾病階段 他們的蛋白質摄取量 是需要受到控制的 羊奶它是屬於高蛋白的食物 我們就會需要它去詢問過 醫師或營養師的意見 他才可以適當地飲用 另外一個族群就是很容易 會有 因為羊奶當中它其實 含有比較多的寡糖成分 所以會擔心你本身就是 很容易脹氣的人 你可能喝了太多 也可能會加重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有嚴重的 族群 因為羊奶它同樣是含有 乳糖成分的 所以如果是很嚴重的 乳糖不耐症的這一群人的話 他們也要適當地攝取 他得掉 對 這樣的體質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 節目到這邊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們真的 對羊奶有好多的誤解 真的 真的 羊媽媽恭喜 要一起 1 2 3 羊媽媽對不起 這個節目我們要恭喜 全部都答對 得到了45分 美題答對得到55分 謝謝 因為我們熟悉到很多新的知識 真的 我們也知道我們都對不起羊媽媽 看完今天的節目 相信觀眾朋友們也對於羊奶 有更深的一層認識 其實只要選擇 不管是牛奶粉還是羊奶粉 都是我們 還有更多的健康資訊 要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 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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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碗